安娜贝尔是一个布娃娃 但她却是恶魔侵了人类的载体 虚魔名人艾德和罗林华·罗林夫妇两个人 从学生手中把安娜贝尔请回家收藏 警察告诉他们前方道路发生车祸 沃伦夫妇只能要路回家 车开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坏了 艾德只能下来休米车子 但是不幸的是 他们正处于一处著名的公墓旁 罗林看到四周围绕着很多鬼魂 安娜贝尔知道去了沃伦夫妇的收藏室之后 就再也出不来了 就驱使一辆大车撞向艾德 庆幸的是艾德逃过了一劫 沃伦夫妇知道安娜贝尔的厉害 回家后抱着娃娃直奔收藏室 这里存放着很多发生过灵异事件的物件 请神父念经祈祷后 把安娜贝尔锁在了柜子里 沃伦夫妇有一个女儿朱迪 在他们需要出门办事时 就把她交给伯母玛丽照顾 可能是因为父母的原因 朱迪也能看见灵体 在学校里她经常看见一个老头跟着她 当她拿出十字架的时候 老头就会消失 因为她独偶的特资 学校的同学都会孤立她 她的生日会 也没有同学愿意过来帮她庆祝 生日冬天 旁边玛丽准备在家里做蛋糕 帮朱迪庆祝 突然一阵敲门声 玛丽的好友丹尼拉来到朱迪家 一起帮朱迪庆祝生日 丹尼拉早就听说了 关于朱迪父母屈牧师的事情 一直特别好奇 把玛丽和朱迪骗出门后 丹尼拉从艾德的书房里 找到了书城市的钥匙 不顾玛丽的叮嘱和门口的危险提示 打开储物室走了进去 看见里面呈列着许多奇奇怪怪的物件 穿着白婚虾的假人 破旧的电视机 老旧的打字机 厨窗里的娃娃 丹尼拉翻看一本 放在桌子上的黑皮书 折身收到 突然哐当一声 厨窗里的安娜贝尔掉了下来 丹尼拉打开厨窗 把娃娃拿了出来 就在这时突然响起警报声 丹尼拉联盟跑了出去 原来厨房里的蛋糕被烤糊了 荒门之下 丹尼拉忘记锁上了厨窗门 安娜贝尔就这样被放了出来 房子接着出现了一些诡异的事情 有一个小女孩按门铃说要找安娜贝尔玩 丹尼拉看见去世的父亲站在窗边 朱迪看见坐在摇椅上的安娜贝尔 在旁边捡到了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想我了没 穿着婚纱满身是血的女人 举着刀向朱迪刺来 朱迪剪起了地上的十字架 逼退了鬼魂 玛丽听到朱迪的尖叫声 联盟赶在朱迪身边安抚她 对她说鬼魂曾经也是人 也有好坏之分 叫她不要害怕 丹尼拉在翻看关于百度全夫的档案 发现被她杀害的女孩 跟玛丽长得比较像 开玩笑的对玛丽说 那个女孩有可能是你的姐妹 看着手上了照片 玛丽很疑惑 朱迪解释说 当丹尼拉问起收藏室的娃娃时 朱迪打断了她 不希望聊关于娃娃的事情 还说她被关起来是有原因的 咱们房间穿满了诡异的气氛 朱迪想要查床底下 是不是藏着什么东西的时候 房间的灯突然全熄了 就在朱迪紧张的环顾四周时 玛丽和丹尼拉端着蛋糕 唱着生日快乐歌出现 吃了蛋糕后 朱迪准备睡觉 突然外面响起直纳弹唱声 原来是玛丽的追求者 小帅在唱歌向玛丽伞爱 玛丽看到小帅后 激动的准备下楼 独自在楼下的小帅 突然被一个鬼人 张着血盆大口向她咬来 吓了她赶紧逃命 走到楼下后 玛丽没看见小帅的身影 以为她走了 丹尼拉独自一个人来到舒常市 把她和父亲的合照 放进一条手链里 这个手链可以跟死去的人建立联系 果然丹尼拉如然的见到了父亲 追着丹尼拉回头时 父亲突然变成了猙獰的面孔 大声的责怪丹尼拉说 是你害死了我 丹尼拉想要跑出去 发现门已经被关上 给朱迪盖被指使 玛丽发现了躺在朱迪身边的娃娃很疑惑 废旧的老电视机突然打开 丹尼拉看着电视机里的自己 老电视机最要能预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突然收音机里 响起爱德跟女孩谈起 关于百度人的对话 玛丽走到爱德的办公室 把收音机关了 顺着掉落的硬币声音 玛丽捡起了地上的硬币 抬头就看见了百度存孚 吓得玛丽赶紧向外跑去 结果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往回拖拽 捡起地上的手箭筒 往回一照 又什么都没有发现 在睡梦中的朱迪突然被人用力一拉 掀开被窝后 看见娃娃安娜贝尔 朱迪本能的娃娃往边上一甩 砸掉了旁边的灯 在灯弓的映射下 安娜贝尔不停的变换角色 害怕的朱迪夺门而出 跟玛丽一路狂奔 当他们快卡到门边时 门突然被关上 玛丽接起了旁边响起了电话 电话里传来 房间里所有的铃铛都响了起来 当玛丽娜想要接响起的电话时 玛丽直视出现 阻止了她 把硬机打出了 想过了吗 朱迪知道这一切都是安娜贝尔干的 突然收藏室 所有的东西都发出了诡异的声音 三个人吓得赶紧跑出收藏室 玛丽突发哮喘 朱迪跑出去帮玛丽拿哮喘药 雪新年初原出现在玛丽娜面前 捅了她一刀 控制了她 朱迪跑到车里之后 突然出现一个狼人 撕扰着车子 伸出爪子想要抓躲在车里的朱迪 就在朱迪逃跑时 小帅直直出现 用指她狠狠地拍向狼人 朱迪杀得赶紧跑回房间 关上了门 把药递给了玛丽 玛丽发现原本刚在朱迪后面的丹尼拉不见了 就在这时 旁边响起了丹尼拉的声音 朱迪阻止玛丽去找丹尼拉 并告诉她 丹尼拉已经被鬼魂控制了 当务之急 是找到安娜贝尔把她放回柜子里 就在这时 朱迪看见站在走廊里的老头 朱迪和玛丽在黑暗中摸索往前走 鬼魂师站在走廊里 一动不动 他们从武士身边经过 当玛丽走进鬼魂师时 武士的头突然慢慢的转向玛丽 发出了吱吱吱的摩擦声 玛丽被吓傻了 朱迪联盟一把把玛丽拉进房间 另一侧的门缓缓的打开 安娜贝尔就站在门前 玛丽想要上前拿了安娜贝尔撕 结果门突然砰的医生被关上了 门缓下留下了一张画有钥匙的卡片 玛丽拿着卡片 猜到了钥匙藏在前面的游戏盒里 从盒子里摸出钥匙后 打开了旁边的门 一盏亮着光的灯笼 阴入眼里 玛丽拿起挂在墙上的灯笼 一直往里走 房间里陈列着眼睛上挂着硬币的尸体 朱迪一直坐在门前祈祷 但随着医生尖叫声 门缓缓地打开 安娜贝尔被丢了出来 玛丽大声喊叫朱迪快走 朱迪快速地抱起地上的娃娃 掉头往回跑 丹尼拉穿着婚纱拦在朱迪面前 举起匕首向朱迪刺来 很明显 丹尼拉被血腥门困制住了 玛丽冲出来跟丹尼拉施打起来 施打过程中 玛丽被丹尼拉甩倒在地 丹尼拉拖着玛丽的腿 举起匕首就朝玛丽刺去 手足无措的朱迪 一把打开了旁边的放映机 投射出爱的驱魔仪式的影像 朱迪趁机逃跑 结果被放在地上的盒子 伸出手来抓住朱迪的脚 把他绊倒在地 装脱逃跑后的朱迪来到收藏室 打开柜子 想要把安娜贝尔放回去 结果被突然出现了羊角恶魔 掐住脖子 撕拾他的灵魂 朱迪拿起十字架 狠狠地印在恶魔头上 从恶魔手里装脱出来 玛丽拿起娃娃放回柜子 无论他怎么用力都没办法关上门 恶魔一直隔空控制着柜门 所有的怨灵都出现在收藏室里 慢慢的向他们逼近 朱迪携着父亲念着咒语 就在这时 丹妮拉拿着钥匙出现 三人合力把安娜贝尔锁回了柜子 随着柜子被关上 所有的怨灵都消失了 此时天也亮了 朱迪的父母也回到家里 曾经不愿意来给朱迪庆生的小伙伴 也来到朱迪家里 某林把丹妮拉叫到一边跟他说 他的父亲并没有责怪他 最后我想说 不遵守规则的人 往往会把自己往作死的道路上改 给自己和他人带来麻烦 有一句话说得好 诺说诺带 好了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啦 关注我 下一期更精彩哦